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哪裏 今天去我家附近吃一間車仔麵 這間車仔麵我吃了很多次 食物質素亦不差 唯一送的價錢是10元一個 我們吃了百多元 這間我覺得味道不錯 我們昨晚製作了整晚蘿蔔糕 今天又交了蘿蔔糕給人家 變了沒有時間去拍攝 今天決定拍這間 因為這間我們想過想拍 不過未知何時拍 其實它在龍堡旁邊 這裏已經是龍堡 這裏是圓周街 當然有天然居和堂堂居 其實前面沒有多遠就已經到 就是這間車仔麵 進去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聊 好 到這間車仔麵 麵館 當然裏面有很多食物 首先它有五寶麵 七寶麵 滷水豆腐豬手飯 瑞士雞翼紅長千蛋飯 還有豉油黃雞扒 蘿蔔牛腩 滷水豆腐等等 都不逐一說 因為價錢是四十多元左右 然後有單叫的菜和麵 這裡有很多款 每款都是10元 最少有三款 我們先看看東西 看看東西叫完 再告訴大家 這碗是滷水拼盤飯 價錢四十五元 供應時間是上午十一點至下午八點 裡面的餡料包括有腩肉 滷水蛋 豬大腸 冬菇 旁邊還會搬著一些蔬菜 另外除飯附送紫菜湯一碗 另外現在飯購買飯餐 送二米水送完即止 今晚我們看到雪櫃好像沒了二米水 可能已經送完了 上到桌的時候 都看到碗的份量和一般燒美飯的份量差不多 飯一看到就很吸引買相 因為煮到粒粒分明 大家應該在鏡頭前看得很清楚 它淋了少少的滷水汁在裡面 所以飯的顏色都有白色和啡色 煎滿了滷水汁的飯粒是很好吃 很爽口 不會太軟 太軟 飯香味也有 但也不算太黏 所以吃起來很爽身 很好吃 而材料方面 它有滷水蛋一隻 這個滷水蛋 其實蛋黃煮得剛剛好 不過可能我們夜吃的關係 蛋白的位置已經醃到夠了味 是這麼多種滷水材料裡面 比較濃味的一種 鬆飯剛剛好 如果正食就會比較偏鹹 豬大腸很吸引 平時我最喜歡吃這款有腸衣位的豬大腸 它裡面有肥膏位 一些髒 邋遢 或者不好味的味道 全部都沒有 它有淡淡的滷水味 在外表已經看到顏色 咬起來 油脂香會在腸衣位 加上肥膏位滲出來 是很好吃 另外有些比較大塊的 闊度多於1cm 相信老公都眼睛睛地厚著這一塊 對呀 這些真的好吃 很正的 而且它切得厚度 也有差不多厚 第一 它有這樣的闊度 還有這樣的厚度 真的很正 剛才我試第一款滷水材料 居然是腩肉 腩肉我一吃就說 哇 正啊 不粗口的 不黏牙的 皮還要軟軟滑 入口即溶 很好吃 還有它的滷水味道 不會太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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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剛剛好 吃下去 像台灣菜的滷肉飯的感覺 是半肥瘦 很好吃 但是居然這一點不是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居然是這個冬菇 冬菇燜到入味 軟軟滑的 咬下去不是只有軟滑的 第一口也有一點脆口的感覺 是非常好吃 還有三隻冬菇這麼多的份量 真是難得 今天旁邊拌的是唐山菜 就不是照片裡面看到的菜心 但是唐山菜錄得相當不錯 雖然看到有些位置比較啡色 但是咬下去仍然很新鮮 很爽脆 整碗飯的體驗和口感都很欣賞 最特別是它的滷水汁是香味夠 但是濃味不會太厲害 剛剛好 送飯一粒 不會覺得太腸口 最後它也拌了一碗紫菜湯 紫菜的份量適量 因為這個碗也是普通裝麵士湯那種體積的碗 還要拌了有少許蔥粒 喝起來紫菜都蠻得出的味道 還有夠熱 份量也夠適量 剛才老公試了的 好不好喝嗎 這個味道蠻好味 它不算是很鹹 也不是很淡水的樣子 紫菜也不是很差 起碼第一樣這些是沒有沙的 還有浸得倒進湯裡是很出味的 很好喝 很難得送來那碗湯也夠熱辣辣 所以整體上45元是抵食兼好吃 當然當然來到這個主角 要叫一碗車仔麵 也不用說我最喜歡吃油麵 我們配上什麼呢 紅腸、陳皮魚蛋、魚皮餃和粉腸 我不是叫很多菜 平常我會叫很多很多 因為我們叫了一碗飯 和老婆叫了另一碗飯 這碗麵來到 首先這碗的油麵真的好吃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它的質地是有口感的咬下去 不是軟的那一碗 還有什麼呢 這碗車仔麵不油 我經常說過有些車仔麵很油 還有湯很濃、很濃 這些就比我沒有好吃 這裡的陳皮魚蛋 你看它浸得也剛剛好 魚皮餃這裡只有兩粒而已 但魚皮餃的質素也不差 它現在多了一個叫粉腸 粉腸10元一份 一份它有四小條 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這裡的食物份量不太多 但食物質素是不差 還有就是紅腸 紅腸有兩片 我最喜歡吃什麼呢 就是紅腸和魚皮餃 這裡的菜式每樣都是10元 包括麵底 這裡可以特別訂購 要多蔥、多芫荽 但今天我訂購也好 它就可能給的沒那麼多 因為這裡人手 有時候做事 我看到有些就是之前那些 有些可能是今天才上班 我都明白 每個人的手法亦有不同 但這裡來到麵 首先是夠熱 還有麵底也不少 食物方面可能會少一點 但各樣的質素都很好 第一你看看粉腸 很新鮮 所以這個真的不差 而且這個在餐單裏面是新的 所以我今天就特地來試一試 這碗食物加起來都50元 但50元來說我都覺得很值得 而且好吃 其實車仔麵現在價錢也不便宜 而且我不怕說 肥膏我都吃過 人就太多 我都可以遲些再講 這個食評給大家知道 因為其實它食物是便宜 不過油膩感就真的很高 鏡頭面前看到的碗 我點了紅薯粉 裏面的配菜有 有麻辣豬肚 咖哩豬皮 墨魚餅 辣味魷魚 牛扒葉 還有墨魚頭 還有後上的蝦條捲 還有看到整碗橙的 就是避製辣汁 叫了多蔥多芫荽 它有給我的 另外 隨車仔麵 它就奉送了唐山菜 份量 只說紅薯粉 這一樣 它就已經很多很多了 一定多過剛才的碗油麵 因為我要用很大力量 還有我吃了很多 仍然在鏡頭面前看到 還有很多份量 最欣賞就是 第一次點的豬肚 豬肚的口感很好吃 很好吃不只 味道很突出 還有辣味 都點到即至 不會太厲害太搶口 但是軟熟程度 是很容易咬得斷 一咬就已經咬得開 就算沒有牙力的人 應該吃到 其次全部材料 我都喜歡吃比較爽 例如蜜魚頭 還有辣味魷魚 跟著牛排葉 都是很爽 還有綠的時間 都熟 綠的時間 都拿進得不錯 沒有過濃 吃起來 都不會像照香口膠 很硬 很柴的感覺 仍然吃到爽口 彈牙的感覺 最後加上鼻祭辣汁 還有豬皮的選料 也是非常一流 你看看 是鬆身 還有氣孔的豬皮 吸汁力和掛汁力很強 所以吸了鼻祭辣汁 是特別好吃的 至於後上的蝦條捲 我還沒試 不過上次試過 都挺有鮮味的 還有炸完的口感 都不會覺得太油膩 太熱氣 現在看到碗底 都是少許油的 不是太厲害 吃起來 還有蝦的鮮味 是挺好吃的 其實看見這碗 紅薯粉的份量 我已經足夠飽了 剛才的滷水拼盆飯 好像很吸引 所以我也忍不住 叫老公 不如多加飯 下次如果 吃輕食的話 只點滷水拼盆飯 也足夠了 我們加多了6元 每人點了一瓶飲品 我那瓶是瓶製奶茶 老公那瓶是瓶製檸檬茶 原價是16元 現在一斤麵餐 加6元 待會再介紹 接下來這碟是士令油菜 今天是西洋菜18元 油菜不用說了 一定在外面吃是比較貴的 18元買一斤西洋菜都可以了 但是出去吃東西 就不是這樣說的 最重要是他拿東西回來 錄的時候剛剛好 這些菜又沒有渣 即是士令的 現在不會說很差 雖然你說這裡說真的 有多少兩菜 經常都說那句 外出最多吃二兩菜 永遠在家裡吃 永遠最好的 當然外出外吃飯 叫碟菜 吃完也會腸胃好些 便便都會好些 接下來說說這兩瓶小瓶的檸檬茶和奶茶 當然奶茶沒得少貼 這些已經啪了下去 就像冰鎮奶茶一樣 我首先說說那個檸檬茶 檸檬茶的味道都是很普通的 當然你說混了很多茶的 完全不是 是一些像壁傳檸檬茶的感覺 這個容量是250毫升左右 另外那個奶茶就讓我老婆說說了 它的茶味蠻濃的 但你問我好不好喝呢 就一般一般 因為它有一點點 偏向甘甘的茶味 而且它都做到 屬於小甜 茶味夠濃 有一點點甘甘的那種 整體上它都雪得夠冰凍的 份量都給足 因為它都已經去到瓶頸位 很悶很悶的 那六元是適合的 好了來個美人照鏡 剩下兩瓶飲料 這樣就結束了 接著說說最後的食品 好了接著說說這間車仔檔麵館 這間店新開張的時候 我們吃過一次 覺得它真的不錯 所以其實我們都想找時間來拍攝 我們當然也吃過幾次 我們都沒有時間再來拍攝 很多時候都是下來買外賣 接著就拿回家吃 有時候剪片剪得久 就找點東西吃 而且這裡它收到凌晨2點 我們有時候太餓太餓 很餓 又不想煮東西吃 就走下來這裡買東西吃 今天試到的東西 也是不錯 我們也試過滷水拼盤飯 也真的不差 今天竟然有西洋菜 真是神奇 可能最近冬天 時令的都是西洋菜 也挺好吃 瓶仔奶茶和檸檬茶 都第一次喝 我們平常來都會喝汽水 這次來喝也覺得不差 唯一是份量比較小 6元來講也相對比較貴一點 因為其實說真的這麼小 咀嚓一聲就沒有了 其餘就讓老婆說說 唐食這間車仔麵館 一向不算太多人 但是不斷有人進來叫外賣 因為我們平常坐在這裡吃 每隔一兩個字 就已經有一兩個人進來叫外賣 而且很多人都喜歡吃紅薯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份量夠多 而且這裡做醬汁也挺貼心的 有問你會不會用辣菜譜 會不會用麻辣汁 再加鼻仔辣汁 其實湯汁方面有很多選擇 有麻辣汁、鼻仔辣汁、沙嗲汁 瑞士底、胡辣底、滷水底、濫汁底、清湯 還可以加辣菜譜 我也有加到 所以是特別好吃的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還有可以選擇多蔥、酒蔥 或者多芫荽、酒芫 這方面我覺得很合香港人的口味 而且它的款式雖然不算太多 但每樣質素都做得不錯 而且不適合 有時候我們去的米芝蓮車仔麵檔 我覺得它還做得很油膩 效果做得不好 鷹爽的材料就做得軟 鷹爽的材料就做得不夠軟 所以我覺得這間已經算不差 而且只說豬皮一樣 我覺得它已經選擇的材料 相當之好 很多時候外面吃到的豬皮都是炸不開 即是煙煙韌韌 沒有什麼空氣感的那種 即是吸汁力和掛汁力都不夠強 這裏有些特別款式 例如麥魚頭那些 不是太多地方有得點的 我覺得這材料也蠻好吃的 而且其實本身也是貴價材料 所以我覺得這裏也蠻好吃的 而且剛才最欣賞的就是麻辣豬肚 真的很好吃 份量雖然說明是麻辣豬肚絲 其實它用豬肚絲給你 份量也不算太多 因為切得比較幼 但是它的效果做得好 我覺得已經吃得很開心 紅薯粉那方面 剛才其實我吃了幾次 都是很多很多份量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紅薯粉便宜一點 而油麵貴一點 所以我覺得老公每次吃油麵 他都好像比我的碗小 但是油麵可能真的有油脂 所以都會飽一點點 油麵其實我第一喜歡它的口感 而且會飽一點 老婆說得很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好吃的油麵 其實真的蠻好吃的 油麵的感覺像什麼 有點像粗麵加油麵的感覺 很難形容給大家聽 如果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當然不好吃真的很難吃 如果喜歡吃滷水拼盤飯的網友 不妨來這裡試一下 它的材料和味道真的調校得很好 而且口感也不錯 最重要是飯粒粒分明夠爽身 滷水汁也不會過鹹過濃 是剛剛好的 45元一碗也算是多少份量 而且吃得你夠飽的 最厲害就是再加一隻蛋給你 如果不夠飽 還有一碗紫菜湯送給你 可惜我們今天晚餐了 不然就送了二米水 你又有湯飲又有二米水飲 應該吃一份飯 餐四十多元就足夠飽了 這裡都是新開新裝修 所以很光猛 樓底比較矮 我們試過比較熱的日子 也不算太熱的 坐在這裡吃東西 也夠涼爽的 而且很清潔 很整齊 服務員都可以的 整體上都很滿意這間車制麵店 比很多米之年好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好了 今晚應該是205元左右 我算過 看看是否真的價錢 看看能否認得到這張單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